又飞了又飞了 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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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国富纪念馆的中央灯区副灯 重新出发 正在密集进行测试 睽围23年重回台北市举办的台湾灯会 即将在2月5号登场 由于这一次灯会改变过去一战式的做法 分为四大展区横跨五大捷运站 因此2月1号起 包括光源及未来三大展区 将先进行试营运 台北市官方传播局局长陈淑慧 也在记者会上推荐三条逛灯路线 建议游客可以安排三天两夜行程 赏灯逛街评美食 光展区里面 它是除了中校东路为主要概念 它另外还有所谓的艺术路点 你可以进去尝个美食 或者去进店里面 去看一些艺术创作 那另外就是美食 也不用在游动摊贩站在外面 所以这次下雨根本不用操心 那因为这次我形容说 它来到台北灯位 最好的就是至少三天两夜 就是要吃到饱 看到饱 可是实际上它就是要少量多餐 才能吃到饱跟看到饱 在游客服务方面 除了在各展区架设全区地图 及设置旅游咨询服务站 台北市光传播局方面 还规划走动式服务人员 方便赏灯民众 因为还是拉得蛮长的 就是怕第一时间可能有一些忽视掉 所以大概也有 只要大家看到路上有一个I 有人会带着那个I 就马上就可以找他 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反映给他 为了因应台湾灯会 所带来的庞大人潮及车潮 台北市交通局与警察局方面 也在记者会上公布 最新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 并提供逛灯会三大交通攻略 搭捷运坐公车不开车 一个是宿府路的新人爱路 那这个地方就是 大概就是从1月9号到2月23号 这个是管制因为包括恢复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宿府路 在2月4号、2月5号的部分 宿府路是会封闭的 那封闭的部分就是因为 它配合整个油阶、采阶的行通 所以大概会包括松瘦、松膏跟松制 都会做一个都会做一个管制 那另外就是一线路 一线路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我们担心 这个在主灯区跟这个 松山烟厂这个灯区里面 大概会有一些很大的行人的量 所以我们预估大概是这样 所以例假日我们大概也做 一线路做一个管制 所以这里面大概情形是这样 那大概有6天的一个管制 那在仁爱路的北侧的部分 我们曼车道也是做管制 让民众来观赏 在整个国附纪念馆周边的 这个人潮溢出的一个交通的弹性作为 另外在我们整个展区的新一 计划区里面 我们研判这个交通的流量会增大的时候 我们在7个路口 刚刚交通局也特别提到 新闻稿也有提到哪7个路口 还有两个高架 这个弹性的管制 观传局方面也强调 这次台湾灯位各个展区 周边大众运输相当便利 呼吁民众可以通过公车 捷运及两线专用接驳专车 轻松抵达各大展区 日晌灯夜晌光 体验充满绚丽灯式的台北城市光源魅力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